春节囤了太多食材 结果结后还剩下 那么多 但是这难不倒我 教大家一招瞬间就能学会的小白做法 天天吃都不会腻 学会了医疗永逸 最剪板 可生食鸡蛋 加盐 加黑胡椒 加水 搅打均匀 等锅微热就下锅 没凝固的时候就要用铲子往中间推 八分熟的时候就关火 不习惯吃半生鸡蛋的 可以加盖再闷到熟 但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嫩了 在最简版的基础上 往蛋液里加入牛奶或者淡奶 其余做法一样 往红爆蛋三明治 后片吐司从中间切开 注意不要切断哦 往里面加入生菜 小香肠 肉松或者其他你想吃的东西 最后在顶上放上刚煎好的蛋 炒蛋 西多士 依然是厚片吐司 这一次我们把它切成九公格 还是一样不要切断 用蜂蜜水刷在表面 这样一火就会形成香香甜甜的糖壳 进烤箱烤十分钟左右 出来以后在顶上放上鸡蛋 还可以搭个配菜 小餐包中间切开 还是一样不要切断哦 放上生菜 煎蛋 还有芝士 这样的做法既简单又快简 当成工作日的早餐也可以 有人问我 为什么会喜欢做饭呢 对我而言 与其说是喜欢做饭 不如说这是一种对自己好的方式吧 生活也许会欺骗你 但食物不会 它会填包你的肚子 给你带来能量 让你能够去面对现实的纷扰 所以在忙也要好好吃饭啊 请不吝点赞 我请不吝点赞 就会像我 支持你 这么就舍做的